昨天刘大锤配了一张疑似韩国男团GOT7的漫画图,说今天有料要放,中国狗仔业务都拓展到韩国了。网友可不把这条爆料的期待值拉满吗?结果今天一早,刘大锤放出张艺山和一女子在海南约会同游的视频。 视频中两人在海南玩剧本沙,打高尔夫,去海边散步啥的,看起来夫十分甜蜜。而且互动也很自然,坐一起就不说了。乘车出去玩时,女生还一度当众搂住了张艺山的肩膀。 仿佛完全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,张艺山似乎也习以为常了,乖乖地让女生搂在怀中。这关系说普通朋友有点说不过去吧?不过等等,说好的GOT7呢? 咋成张艺山了?网友看到爆料也是活不打一出来啊。不过人刘大锤说了,自己画的就是张艺山演的七个我。是网友多想了,呵,啥都让他说了呗。 不过根据刘大锤这次的爆料,网友倒是发现了一点。去年张艺山不是开着豪车压了黄线,被交警公开批评吗?曝光了违规照中他身边就坐着一个女生。 而这名意外被曝光的女生,和如今与张艺山同有海南的似乎是同一个人。时隔大半年,如果真是同一个人,那么张艺山和这个女生还蛮稳定的。 说起来,童星出身的张艺山今年已经30岁了,谈恋爱在正常不过,不过在他恋情新闻下面,依旧有很多不太看好的声音。 不奇怪,毕竟这些年来,比起作品,张艺山更出圈的,貌似是他各种乱七八糟的负面新闻。 2016年,让张艺山翻红的鱼醉刚播出后不久,他就被曝光,参加聚会后,对着身边的男友人猛亲,手还抓向对方的不可描述处。 也是在同一天,张艺山还被派到当街随地狡辩。随后张艺山也回应了,还给他的朋友公开道了歉,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上述种种黑料没有引起太大波澜,一方面可能胡适最好的保护色,另外因为从2017年开始,张艺山有了相对稳定,也是目前已知的交往最久的女友宋颜飞,某种程度上洗白了网友对他的观感。 两位在一起过时无庸置疑的,但还和宋颜飞在一起的时候,张艺山就被拍到与一个神秘女子酒吧约会。 两人微醺,张艺山还似乎牵手该女子,并小心呵护她上车,最后助理一前一后护送两位进了同一家酒店。 消息爆出之后,有网友马上偷拍到了宋颜飞的工作片场照,并夸他真人蛮绝的。 顺便内涵了一波张艺山眼瞎,也是在同一天,宋颜飞方就发文回应了。 称宋颜飞与张艺山已于今日和平分手,结束恋人关系,恋情被传了三年。 两人从未回应过,张艺山疑似劈腿的消息传出后,宋颜飞坐不住了,分手还特意强调了已于今日和平分手。 好像更加坐视了张艺山劈腿的事实,手起刀落的痛快操作,给宋颜飞圈了不少粉。 但张的粉丝依旧强行洗白,说前一晚和张艺山过夜的女子有点像白雪。 两人早就复合了,白雪是谁? 这位曾经在2012年与张艺山传过绯闻。 当时有新闻说两位是大学同学,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谈了恋爱,但张艺山一直没有正面回应。 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,在宋颜飞事件中,白雪也否认了张艺山劈腿对象是自己。 到底有没有劈腿还真不好说,但在和宋颜飞分手后不到两个月,张艺山又被拍到牵手一位神秘女。 如今在传出新恋情,大家也已经见怪不怪了,毕竟张艺山身边就好像没缺过女生。 她自己也说过,即使自己有了女朋友也不会对外界公开,因为不喜欢自己的私生活,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下。 而且她的感情观,也蛮一言难尽的,说什么你们不也经常结了婚又离婚。 男女朋友换了又换,加上为了事业不结婚的言论,真的可以和海狗们,不玩女人怎么玩音乐一较高低了。 谈对象嘛就是玩玩儿,你说她花边新闻多,私生活混乱,她说我是演员。 不是明星啊,言下之意是关注作品,可以张艺山这些年来有什么作品啊? 是油腻,还是五官万非,嗨,咱也不是说演员不能谈恋爱,就是想一下,如果把张艺山的所有行为换到女明星身上,不对娟估计也被骂死了吧。 还是那句话,既然是公众人物,那就麻烦对了起这个头衔,至于让网友关注作品。 行啊,那就希望张艺山下次上热搜是因为作品,而不再是恋情,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。